之前就一个年轻的女生来看诊 她主要就是因为嘴巴痛 她好痛 她连吞咽都有问题 重点是她讲话声音看得非常沙哑 她来看诊的时候她讲话 你有时候 要不是因为你看到她的脸 你会以为她是那种四五十岁 甚至五六十岁那种老先生老太太那种声音 那重点是她一边讲 一边慢慢地开始 乃哥不好意思 八九十岁的老师 是她反应 是她反应不是我反应 她说五六十岁是什么时候是老先生老太太 她说五六十岁是真的老太太 那是什么老爷爷 失当的 比喻失当 大姐 重点就是她会 她就讲着讲着说 医生我其实更想要解决的是 我口气重的问题 讲到这样子她有点悲从中来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她说她本身牙齿的状况就非常敏感 因为她不喜欢吃一些蔬果 她自己认识是这样子 所以她认为她每次只要刷牙 她就容易牙齦痛牙齦粗血 会导致起她不敢用牙刷 她都非常依赖她的漱口水 但是因为自从认识这男生之后 男生开始慢慢地交往 会有一些亲密的一些接触 男生开始会排斥 她觉得是不是她的漱口水已经没效 她就上网去找一个 号称非常有用的漱口水 她就回去就开始用 一开始用她觉得效果不错 后来用了次数 她发现奇怪 你们越用越臭越来越没效 我就说好 那你到底用什么漱口水 她就把她的牌子找出来给我看 那里面有酒精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葡萄糖的绿蒂 这些都是通通幼儿癌杀菌的 当然它会加一点那种 类似口香剂的一些东西 我说好吧 我们等一下再谈谈 我看看你的嘴巴 一打开 哇 白矮矮的一片 里面它有好多好多白白 就像雪花一样沙满的 就像那种糖霜 沙满你的嘴巴一样 然后它的牙龈 上面就有好多出血的状况 整个都非常迷烂 溃烂 然后牙根啊 牙周根也非常厉害 我说你整个口腔要烂掉 你知道吗 他说没办法 因为它只能靠漱口啊 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啊 我把它刮下来给它看 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 你咽猪菌 我们平常咽猪菌 本来就存在我们的嘴巴里面 但是因为你把它过度的清洁 像酒精 清洁你的口腔淋膜 它会很刺激 反而你适当的杀菌过后 变成在破坏它正常黏膜 导致于你黏膜没有办法 有一个完整的保护性 那些好菌完全都被杀死 坏菌当然就抬起头来 我们一般漱口水建议啦 你大概在使用的时候 大概30秒迅速就吐掉 这样就好了 它过度频繁的使用 所以很多东西是两面的 你看这种保健小物 听起来好像蛮不错 可以使用适当的时候 反正后患无穷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哦